韓國性感女神DJ Soda 棄知日本地震消息之後 向日本非政府組織 捐款100萬日元 用來幫助當地災民 她在社交平台寫著說 日本受到地震影響 真是令人心碎 她希望捐款 可以對當地災民有些幫助 亦都希望日本早日恢復 有日本網友 見到她捐款幫助日本 都留言感謝她 更加指過往 她在日本遇到不好的事情 非常感謝她 仍然樂意幫助日本 她在去年8月 曾經在日本大阪音樂節上演出 和觀眾互動時被人集空 日本警方出動調查 之後她收到包括自首兩個男人 和另一個涉亡女人的道歉信 雙方達成和解